澳門葉市中親會二十八日晚七時半在曼豪軒酒家舉行聯歡晚宴 慶祝祖國成立七十四周年 澳門回歸二十四周年 中親會創會七周年 青年會成立五周年 恢新一屆李監事就職慶典 會長葉肖文值加引領新一屆李監事 宣誓就職 由議員、中親會創會會長葉肖佳監事 會長葉肖文致辭清 中親會成立至今 積極秉持業工精神 發揚愛國愛澳愛中親中子 會務發展持續有聚 平穩漸進 未來將以新思維、新理念、新領域 作為推動會務的策略 熱心支持國家和澳門的經濟復甦和社會公益事業 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祖國和平統一奉獻力量 青年會理事長葉振熙表示 青年會將繼續秉持團結 互助和共融的宗旨 為青年們提供監憂質的服務和 兼廣泛的交流平台 中親會理事長葉瑞華致謝詞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